农历年前新庄均态社区特地邀请民时现场回豪郑春联落款活动 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到场索取 好让大家能够提前感受到过年的玩乐气氛 然而面对买屋者所关注房地产的价格以外 又将哪些的重点事项列入考量 新豪建设集团董事长蔡佳福则是出席这场活动时候也强调 唯有打出所谓商好经营品牌的概念 才能够为住户们创造一个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文明两岸的这位水墨画家黄庆元大师 在新豪建设集团董事长蔡佳福的邀请之下 特地前往新庄均态社区亲笔为民众现场回豪郑春联 也让所有的参加者提前感受到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 然而针对现阶段房地产除了市场价格以外 如何让民众都能够欢喜新接受 蔡佳福表示配合活动举办 也说明了打出商好品牌的经营概念 就是希望为住户们创造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社区现场请了我们台湾非常杰出的 我们黄庆元水墨跟书法的大师在现场辉豪 目前排队的朋友非常的多 每一位社区的民众真的很幸福 所以希望说他请大师提什么字 所以在现场现在大师在辉豪 然后可以作为我们新年快到了家庭的布置 可以做春联也可以做人生的座右铭的一个 鼓励的一个资源 所以均态在一个系列里面是希望说住进来的这些好朋友 他们是不只是只有建筑的硬体是国际设计团的建筑以外 最重要是希望说均态社区是营造一个有温度 幸福 然后有感情的一个很美的社区 今年生肖拱年迎新春均态社区举办限量20幅独家春联亲笔落款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索取 至于抢到头像的这位大帅哥等不及将手中拿着名家现场辉豪所写下的 这句人脉迎天下的祝贺词和与会贵宾何影留念好高兴 第一个想到第一个投降的真的是非常高兴 为什么会写人脉迎天下 因为这个人脉是我公司的名称 然后所以也给大师写了这一句真的是非常高兴 很高兴能够在将春节的时候 来为均态的祝福们 一起来举办这个写春年福来互望的这个吉祥的春年 祝贺大家新的一年福来互望 其中还有人抱着爱情一起排队开心等候 并且感谢社区贴心安排 陪伴大家欢喜迎新春 今天很开心 然后接着公司这边请到这个黄庆元大师来帮我们就是写春年的这个活动 那因为今年是狗年啊 然后我们排排好久 连我们这狗狗也来排了 狗年行大运 有了大师的加持象征福来富旺的这张吉祥春年 同时要祝贺市民朋友2018年新春快乐 永家乐新闻新装采访报导